这怎么又是空空如也 还不赶快跟我去便利店 挑战吃玩具糖果 带着我的玩具糖果回来了 今天吃的这些玩具糖果 是让我好奇心满满的 那你还不让他们教书 手机里第一排第二个表现包 这不是来了吗 先来这个最熟悉的精灵球 看看能开出什么宝藏 这不是那么可爱的 柯达鸭吗 这不甜不能开 藏在这儿呢 这也提醒啊 颜色还挺鲜艳 记住啊 这有一口的机会 这就是说我一口 迫不及待的看看火山里面是啥 这个火山看着洋气啊 什么玩意儿 这玩意儿能吃啊 不好意思 走错看场 什么玩意儿啊 看来这个大家伙 口吃的都在这里面呢 来一球 这么敏锦的辣平糖 太爆肖了 不是这大恐龙是他吃我 还是我吃他的 躺在这儿呢 别吃了 挑逼的吃个散盘吧 这不一切能搞里面 这么瘦女心的成瓣糖果 他这还得拿钥匙打开呢 就这么小一袋 又喝 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你的小镜子呢 来上回来吧 玩儿吃糖吧 嗯 马然城堡里的糖都是带花香味的 这伞是他吃的 别碰了 我偏瘦了 何致让我喝果真呢 怎么还有个盲球 唱一样 这我确定是放大镜 这真臭 能不能让人好好吃个东西了 这迷你吉他不会真能弹吧 这新大陆了 不看了半天 糖应该藏在这儿吧 我想吃个糖也 干掉了吧 那还不敢拿来 这手上到现在都是臭桌啊 粉丝给我寄的快递 竟然是我没见过的迷你糖果 今天说了我可是粉丝给我寄的三连快递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光性急了 随随意意的先猜一个 贝子姐姐 我给你寄的可都是我找了好久的迷你糖果 送给你当个礼物吧 谢谢姐妹 并且我会让喜欢吃糖的人 交出手机里棒棒糖的表情吧 哇塞 这么迷你的小杯子 颜值还这么高 这给小仓首当杯子都有点小了吧 给你们放在手心里看看它到底有多小 哇 里面是蓝色颗粒的糖果 一口一杯的蓝莓味 橙色应该是橙子味了 猜的没错 我干了 你们随意 青苹果味和柠檬味 别看这一小杯一小杯的 这么吃起来确实太厚甜了 蜜桃味和荔枝味 咱再用这个小杯子饮个小茶 这么看这个大茶壶真的格格不入 还是这样喝爽 继续下一个吧 这么迷你的小酒杯 哦 好像是巧克力 你们都能上哪找到这么迷你的玩意儿 哇塞 打开好像是巧克力糖果 你们还在藏心扎心呢 它真的好迷你还没我一个手指头大呢 那我就先无管其下 一人我一人有罪了 退后一个蓝 这么小的灯泡糖 那这不就能一嘴塞下了 一下就失去了灯泡糖的意义 这鼠是不是有点太迷你了 我觉得没有谁的嘴不会连 这小的灯泡糖都塞不进去吧 粉丝竟然让我抽签 吃一天带足球的食物 这小助理又去看世界杯了 还得是你们对我好 还惦记着给我寄快递 哇塞 很好看的折纸爱心啊 你们这也太心灵手巧了吧 哦 这里面还有字 不会是哪个小迷地给我写的情书吗 慧子姐 我爸这几天天天看世界杯 你能用我送你的爱心 抽到什么什么吃一天 我会让喜欢足球的人 交出手机里的第十个表情吗 原来这小猩猩里面真的暗藏玄机呀 那我就来一个这个吧 好巧啊 足球 还是足球 还是足球 你搞了这一拖好像又没搞 早上就来个小助理 大老远给我买的足球巧克力 这是我的足球 这是小助理的足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不过这小的还是挺好入口的 里面竟然还是脆皮的 这还有点拉嘴呢 吃多留点腻 不好吃 我是真佩服小助理这脑洞 中午今天给我安排了一个足球寿司 你们可否听我 当当当当当 要不是它尺寸小了点 我真能当足球体 整的还挺像吗 上样 闻着还挺配香 尝尝味道如何 嗯 竟然是米饭做的 外面包了层海苔 米饭的口感真的超Q弹 这中午不是能吃个饱饭了 这一个球傻多是真饱了 晚上就做一名安静的美女子 来一个精致的足球蛋糕杯 相信我真的能夜口秒掉 还没做个足球味的蛋糕 现在开始了 粉丝竟然给我寄了五斤的拉丝芝士 大冷天还给我寄快递 是辛苦你们了 这不是又是谁家的家乡拓产吗 筷子姐 听说你爱吃拉丝芝士 我说才是没眼熟呢 倒了半斤是芝士啊 我家冰箱正好剩了好多 就给你寄过来了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哎 你要是挑战奇葩吃法吃一天 可就要爱吃芝士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一个表情吧 先整上我的大铁盘 颠着这份量 怎么着都有个五斤 把它全部搞里面 哇 这不可满了 一大盘吗 等我家有个十五分钟 哇哇哇 新鲜出炉 我的妈呀 这点多拉丝啊 感觉它们拉五一一长 先来上一口原汁原味的 这个芝士味真的太香了 装的面条还长 咱们就是说肉夹馍吃多了 早上就来个芝士夹馍 这个饼的表皮真的贼拉脆香 好买香 虽然它不太拉丝 但是这个芝士和饼的结合 真是惊验到我了 这才是真的塑料掉渣呀 我带来个豪华米饭 当当 豪华芝士包仔饭 我把它跟米饭咯咯咯咯 这米饭都拉着丝啊 这可不够香了吗 今天也太拉丝了吧 又给这包仔饭中 添加了一丝买香的韵味 这不又结果了样心吃法吗 晚上小助理竟然给我安排了一个 我听过没听说过的芝士饺子 他的脑洞可是跟你们有一拼了 直接我都能两口一个 吃了一天奶香 感觉我马上都变成奶香味了 粉丝竟然让我吃一天 辣味奇葩的食物 醒醒醒醒醒 赶紧看看粉丝留言 贵子姐 你可不可以吃一天辣的奇葩食物 我会让爱吃辣的朋友 交出手机的第三个表情包 辣味奇葩食物 兄弟们咱啥时候能让我吃点正常的 我正要吃点接地气的 你们再来让我吃点接地府的 行了 歇死一会儿 来 先来一块火锅底料润润好 是啊 就你吃火锅我吃火锅底料了 你别说文章还挺香 你还来好给我弄个火锅汤喝也行啊 成块儿咋吃吧 干吃火锅底料怕是只有我了吧 大口吃 他感觉跟吃辣瓶糖似的 不想吃人啊 中午咱就是稍微正常的 你火锅底料强点 就是可能上头的有点快 分次先吃 大烦我吃慢点辣味就追上我了 不是 鬼姜面还不够 再来个火锅的 你现在不够吃汤 还有一点带汤的火锅面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咱先回来再吃 哟 长大了 看到每次见人不心痛了 那你是高估我了 我这最近饮食太不规律了 再加上昨晚喝着冰可乐吃着冰淇淋 我这肠子开始反抗了 一直在拉肚子 等我吃个陈里基骨皮一肠碗 谁让你老抱引爆似的 嘿嘿 给我留点 我这两天也有点拉肚子 我还好多呢 他们家老子好品牌信得过 我去开吃 味道还是贼拉香的 不过这汤和一面却是没有拌的有味 啊 汤都如此的美味 酸甜味的食物竟然还能这么吃 啊 我给你看粉丝留言了 惠子姐姐 看在你这么甜的份上 哦 滑了我呀 太感念 你可以吃一天酸甜味道的食物吗 我会让喜欢吃酸甜口的粉丝 交出手机里最甜的表情吗 花完了是吧 那赶紧安排 这是啥 酸甜口烂念啊 给你绝对的主动权 你自己加工 你是不是就懒得给我剁了 你没有自己加工 那我来 啊啊啊啊 啊 干什么 我什么漂亮 还不如让我直接喝醋呢 直接变成糖醋荷包蛋了 那荷包蛋的味道还不错呀 面应该也难吃不到哪儿去 啊 怕是喜欢喝醋的人都不敢这么甜 我这嘴里 再能不加工了 折哪天然都不能 那就吃点天然的 溜溜没没动 这是真天然 过冬季的天花板 哎 前段时间都不敢随便吃果冻了 看一新闻说 最近好多果冻木乃仪 防腐剂使用过量对身体有害的 但是溜溜没没动 咱就不用担心 我之前就听说他们家采用的是 世界级设备所先的 所以完全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 基本属于直接把新鲜水果喂你嘴里了 放心炫就行 不光这样 人用的还都是纯天然的原料 天然的青梅原浆和水果原浆 不是果汁添加的 香果直榨更有营养 我先尝尝这个天然青梅和百香果的啊 先来一个青梅味 哇 超级爽哎 嗯 真的像直接吃水果一样啊 QQ弹弹 又有一些水果果泥的口感 你慢点是这种四种口味呢 芒果 草莓你喜欢的都有 来吧 你闻味香不香就完了 等一下 这可是做好的吧 不会又让我自己放醋喝醋吧 吃还点过你的嘴 这道酸甜小排做的还不错 这手鱼夸话你啊 吃两手每每都行 我自己来 粉丝给我寄了家乡特产竟然是 本次今天你借东西 评说是特产 那你让我猜猜你是哪个城市的呗 不是 我这一时半会儿 没认出来这是个啥 贵子点 这可是我自家产的偶粉 咱就是直接给你整上了五五斤 说实话 换成这伞成了 我差点都不认识它了 你要是安排奇葩 吃喝一天偶粉 不是 咱这饭就不能好好吃了是吧 我就要冲过偶粉成功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四个表情包 哎 这面子肯定是打给你的 不过我实在猜不出来 偶粉是哪里的特产 像我的大铁盘 满满一大盘啊 直接整套生命的圆寸 真的吗 好像翻车了 太厉害了我给你擦屁股 看来你的份还真是冰棍 你是高手 你是高手 我这太拼盘了嘛 这粘稠的口感不一般呢 学会学会让你正常吃呢 早上先给你来个偶粉冰棍 给偶粉剁成冰棍 辛苦你又一次脑洞打开了 冰棍的口感吃的还挺不错 吃了有点像偶粉味的冰沙 跟我特意给你调配了一个 别人都吃不到的凉麦偶粉 妈妈 玩儿呢 吃吧 这个画面怎么让我想起了炒凉粉 奇葩吃也不用这么奇葩吧 葱花香菜辣椒油 营养都不辣呀 有一种在喝酸甜汤的感觉了 本以为这是黑暗料理 没想到又发现新吃法了 凉麦偶粉 凉麦偶粉 你这是给炸糊了呗 这样子让人有点发挥想象了啊 呦 这还短短的 看它会不会拉伸 呦 这还短短的 呦 看它会不会拉伸 呦 看它会不会拉伸 呦 看它会不会拉伸 外面最香最香 里面QQ它那还拉伸 就是吃多了有点油腻啊 没想到偶粉还能发现这么多吃法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